而2024太平洋南岛封年节三天是在德新大草坪热情的展开 地方环境是否良好 一般均可见端倪 而负责地方环境清理的有限责任 花林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的同仁 努力之下 也让前来参与活动的民众是赞赏不已 负责地方环境清理的有限责任 花林县原住民陶浦阁机关劳务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王陈浦队表示 在决定争取2024太平洋南岛封年节 网管人力工作机会 也带领了太陆改组的部落住人们用心维持现场整洁环境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封年节 这次顺利圆软落幕 那这次零四零三地震造成我们 尤其是我的家园秀林乡 这次有送到重大的打击 可是我们族人依旧很努力的在争取这一次环境维护的工作 那这一次也是所有的聚会机会 也是在给我们族人的一种增加自己的自信 还有增加对自我的族人的认同感 那我们也做得非常的让厂商青睐 那希望每一年都可以继续这样子 我继续帮所有的族人来争取我们原住民就业的权利 那也希望大家汇集这一次的一种盛大的活动 让大家的心团结在一起 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多事情 像我们零四零三地震的修缮的事情 还有很多要值得挑战的 那我们就是要稳定住一个团结的心 一定是可以把很多的困难都把它顺利的克服 我们德鲁古加油 非常高兴今年呢我们依然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主要负责现场的清洁以及垃圾的清运 那今年的部分跟去年一样 甚至比去年人数还多非常的盛大 那我们的族人担任清洁员也做得非常的好 虽然说人潮拥挤的时候 他们在清洁上有难度 但依旧是顺利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 那今天的部分是舞台整个测调 那现场一样就是昨天一流下来 热沙非常非常多 因为到半夜都很流下来在这边欢乐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今天 明天要把这个场地恢复原状 还给花林一个干净的环境 那期待明年还能够继续来参加 这样盛大的一个活动 2024太平洋南岛波年节 从7月19号到7月21号 是公计三天 在德区运动场旁大草比上他登场 新外地游客和乡人一同来欢庆 同时摆设堂尾来增进部落的经济产业 负责地方环境经历的有限责任 宽林县原住民淘普格机关 劳务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 既往整刚出表示 在决定争取2024太平洋南岛风天节 环境管理人力工作机会 希望参与的民众能够享受到 结拜纯正的花莲 都能够享受好山好水 好干净的花莲风光 记得交易华车回答